DBC 數碼二台 Me Too 逢星期六 晚上六點至八點 盧思培 蔡子銘 校園好聲音 校園好聲音 師陪志銘等著你 校園好聲音 這一集新一年了 首先要跟大家說一聲新年快樂 今天是1月2日 星期六 校園好聲音上一次跟大家見面的時候 已經是上一年的事 我記得上一年的同一個時間 我都好像說這句話 是呀 你記得上一年是多少年 上一年是2015年 我也挺清楚 2016年 是呀 頭腦都還很清楚 未必搞得清楚 新一年當然 我們第一集都想來個特別特別的特輯 是呀 其實今集請上來的 都是我的好朋友 好朋友 子銘有約 子銘有約 變成為呢 是呀 所謂上陣不離父子兵 是 雖然我認識這位朋友 是我們年紀相約的 但這位朋友 今天他帶上來的 另外一位嘉賓 是他的爸爸 是呀 我很害怕我連西伯都在 我們馬上就有請 余天龍 Hello Sony Hello 我先來的 你剛才說了什麼 沒關係 首先我們要跟今天的聽眾 要 覆覆一下各位聽眾 好的 校園好聲音 新一年 其實上一年我們已經開始了 每集都會有不同的任務 今集的任務是甚麼呢 既然于天龍 Sony 帶了爸爸上來 我們今集就是不可以說 爸爸和爸爸 這個重要的角色是 一定沒有問題 一定沒有問題 即是父親 父子那些可以說的 是呀 爸爸和爸爸 這些親戚的稱呼 就不行 是呀 由現在321開始 我們就不可以說了 他當然說現在開始就好了 現在開始了 沒有技巧 現在開始步步為營了 今天非常高興 請到于天龍 歡迎 以及他的父親 謝謝 歡迎 我們校園好聲音 其實一開始我跟 約于天龍上來的時候 我說 你會帶甚麼音樂的朋友上來 他說 我就帶我的父親上來 其實很好 一想就想起 你的爹爹 為什麼會這樣 那兩個名詞真的很辛苦 因為我父親 是 都是我的音樂的producer 是 他在我的studio 即是火炭的studio 他幫我 就是manage 一切所有的生意上的 業務 所有的事情 那你財政是不是獨立的 現在財政都獨獨地 獨獨地 好 今天于天龍請了他的父親 上來我們節目 首先和各位聽眾 介紹一下于天龍 其實我們大家都知道 他是一位唱作音樂人 而且是由外國回流回來的 美國 好像在美國出生 你一路在美國長大 成長 到十幾歲才到香港及內地 來真正發展你的音樂之路 是嗎 可以和我們簡單介紹一下嗎 我那時讀完書 應該是讀中 高校的時候 已經去參加歌唱比賽了 我那時在三藩市 也有參加很多歌唱比賽 拿了獎 然後又想嘗試不同的比賽 去到北京 去到北京 去到北京參加比賽 去到北京參加比賽 其實都已經是 在讀中高校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 好像在內地發展 就是這樣 那個狀態 之後就在內地 有一次做事 也是知道 香港又有一個歌唱比賽 歌唱比賽 我便去那裡參賽 即是說最初就是 美國 然後就是內地 然後才是香港 是的 是的 而且我知道 你之前說 在內地 就知道了一個歌唱比賽 來到香港 但不是由一開始就參加 即不是初初開始 你一開始就踢館 是嗎 我一開始就踢館 那時候就 踢賽之兵 不是踢我的 不是踢我的 我們踢另外一位 那裡開始就有 一面之緣 在那裡就認識了 我們認識了 其實真的有沒有四、五年 五年來 不止五年 五年多都來 有沒有五年 七年 沒有那麼多 七年多 07年 09年 我想是六年 六年 認識了六年 一直以來 見證著于天龍的成長 由他改了名字 到現在改了原本的名字 你有一段時間 好像改了 那時候是很奇怪 我也不知為何改 對 為何改用 總之又 現在也是維持于天龍 但改了兩三天 改了幾天 然後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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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想也是不行 好像很奇怪 突然變成另一個人 就是做Sunny 于天龍 對 于天龍 其實除了是 現在香港的一個唱作音樂人 接下來又會有很多不同的音樂作品 帶給我們 好像也會涉獵一些電影 或者是微電影的製作 或者是一些拍攝的工作 其實現在都很多方面 去做 除了我自己有幕後的工作 就是Studio 去做一些背景音樂的工作 自己都沒有放棄去做台前的 對 也是現在有在內地拍攝一些網絡的電影 對 這樣 還有就是在內地做Show 也是很多 對 那裡的發展也是比較多 在香港就是 現在都是自己去準備出一下新歌 這樣 其實都相當多元化吧 師傅 對 我很想知道 新歌今天會不會跟我們分享 會的 我會 我會 帶一些歌上來 帶一些新歌 帶一些新歌 還有會跟我們現場 去演唱一些 翻唱的歌曲也好 或者自己的原創作品 都可能會有的 但我覺得今天最特別的就是 天龍他帶來是他的父親 父親也先跟我們說幾句 雖然他今天喉嚨有點不舒服 讓我們先聽聽你的聲音 Hello 大家好 Uncle 我應該稱呼Uncle 還是有英文名 Walter Walter 很英文的 不是水 Walter Walter W-A-L-T-E-R Walter 今天我們 既然天龍真的上來了 我們不如 現場先帶給我們 這麼多聽眾 一首現場的演唱的歌曲 好嗎? 沒問題 不如我們一起唱吧 我們一起唱吧 什麼歌? 叫做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一個比較classic的歌 對 交給Uncle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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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I'll love you twice as much tomorrow Oh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Yeah Come on man I'll miss you every single day Why must my life be filled with sorrow I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Back to you Sonny Don't you know I need you so Tell me please I gotta know Do you mean to make me cry Am I just another guy I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I love you twice as much tomorrow I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Come on Walter Yeah Woohoo Don't you know I need you so Tell me please I gotta know Do you mean to make me cry Am I just another guy I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I love you twice as much tomorrow I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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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真的挺搞笑的 很有趣 我想三四年前 我們去做深水埗的大使 是那個區的大使 那個區的大使 那要做些什麼 要做些什麼 我們好像沒有做些什麼 我們好像去了那個啟動 我記得有一兩個活動 我跟他就要出席 代表深水埗 深水埗icon 深水埗宣傳一下他的特別的東西 譬如電腦 各方面吃東西 有什麼吃呢 你現在究竟要宣傳深水埗 還是于天龍 我記得最重要 我跟他那時候的合作 就是有唱過一首深水埗的主題曲 天龍還製作 這麼厲害 製作什麼 其中一句是怎樣 深水埗就是SSP SSP就是深水埗 因為深水埗 那時候有一個挺有趣的合作 我們剛才在廣告的時候想起 其實相不想見的呢 如果要做一些大使 或者有目的地去作這些歌曲 你是說會不會好 當你創作的時候 其實最重要就是 首先要知道他們的題目是要什麼 那個題目是什麼 其實這些歌曲是很容易去探索到的 最重要是有一個探索的項目 深水埗就是SSP 再唱幾次 我想聽眾都洗腦 SSP就是深水埗 首先你要有一個洗腦的效果 那次合作挺有趣的 但我們又說回天龍 我們一直在說 他是本地唱作音樂人 而且至少受他作為音樂家的父親分徒 其實真的 你從小到大 美國長大的時候 跟爸爸一起 爸爸慢慢一起 其實爸爸對於你 唉呀 我不是說話了嗎 沒事沒事 沒事沒事 我已經輸了 沒事沒事 你繼續說了 麻煩你 你已經說了很多次了 我已經輸了一次 我說了很多次了嗎 父親而已 你說父親 然後其實那個是那個 我已經說了很多次了 兩次了 總之我現在輸了 已經可以有大成果了 先想一下你們 幫我們說一個正題先 你也會輸一次 不可以說爸爸和爸爸 現在怎樣 我現在隨便說都可以 爸爸 爸爸 這位排長仔很得情 其實輸了 沒所謂 說回爸爸 于天龍的爸爸 當時 每個罰一分 其實是在罰的 你明白嗎 當時游小的時候 Walter 即Uncle你 是怎樣去分圖你的兒子 有沒有刻意去教他一些音樂的東西 其實 都沒有 其實他自己都很喜歡音樂 其實他很喜歡音樂 其實他很喜歡音樂 小小的時候 對 你發現他 因為我們以前 我跟他媽媽有一個 有一個樂隊 在三藩市 有一個樂隊 有玩樂隊 他小小的時候 兩三歲 跟著我們去拉斯維加斯 去附近的表演 跟著我們一起 所以他小小的時候 都喜歡唱歌 哦 幾歲 即是小到去 小到兩三歲 三四歲 兩三歲 你記不記得他第一首 真的唱的歌 是什麼歌 那個叫什麼 那個 你講的 《瀟灑就一回》 唱得很準 是中文歌 那首 好像是葉善雲的歌手 那個中中的歌手 剛剛那個年代出 對 所以我跟他年紀差不多 我記得我小時候 我媽媽也是唱這首 對 所以我就不知為何 突然很自然就懂 很自然就懂 從小到大 受到爸爸的音樂分圖 是 最想問其實 有沒有壓力呢 在一個作為音樂家 還叫爸爸媽媽也是 其實一直去成長的時候 會不會 會不會被人有比較的感覺 會不會自己想比爸爸 有沒有這樣的壓力呢 其實 都沒有的 都沒有的 因為很 我喜歡音樂 又是很自己 很順其自然喜歡的事情 對 那比他厲害 其實就 幸好你們好像不同的範疇 對 因為始終 他刻意不同的範疇 因為始終那個 心態上 都是 就是 他有他喜歡的那個風格 我自己喜歡的 都是可能偏向於一些 可能節奏上的東西 還有 流行在 就是 在那個 R&B Hip Hop那些 就是我自己是最喜歡去研究這些 所以就沒有太過去 好像大家一起去 complete 那個感覺 對 因為風格不同 由小到大 就開始接觸音樂 但真的決定要走音樂這條路 是很順其自然 還是中間都會有一些 拉腳 或者一些想法 有些其他的想法 有的 我媽媽那時候 她是很想我學異 好像阿子明那麼厲害 是中醫 我是中醫 但她想你學的應該是西醫 西醫 對 她想我去 好讀好書 先去 這件事都是 一直從小到大 都是很重要的 在家裡看這件事 所以就 你最後沒有去到學 沒有去到學異 都是選擇了音樂 但中間有沒有 你說如果有沒有一些東西 我們大家 家裡 會不會有些東西 好像拉著的話 那時候就是 可能是讀書上的事情 可能是選擇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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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操作的時候 對 這方面 她爸爸是怎樣去 帶她的兒子 走進去音樂之門 怎樣去令她的兒子 對於音樂有興趣 他們又怎樣解決 當中的磨擦 我們稍後回來再說 好 天龍跟我們帶來 其實有很多她的原創歌曲 其中一首 其實真的挺配搭的 因為這首歌的歌名叫 啤酒與炸雞 啤酒與炸雞 真的挺好吃的 其實真的在一起吃的時候 兩樣東西 不知為何 你看到左邊的東西 就要想起右邊的東西 但其實是說甚麼 裡面真的說食物 其實是說一個很簡單的愛情故事 即是無論你是 我們是一個甚麼環境 無論是喝啤酒 吃飲品炸雞 都其實是可以很簡單 很快樂 很完美 好的一個愛情故事 所以我們一起聽聽 來自於天龍的這首原創歌曲 《啤酒與炸雞》 待會廣告新聞回來之後 再跟大家看看SUNNY她有甚麼說 好 喜歡孤獨冷眼當清真 當一天你放置天使下飯 人群內你就算要眼 始終難答高牌 緣分大沒被開啟 你考進我心底 從來沒有預計 刺激經歷引發了一切 曾期望過程浪漫又驚世 然後發現到平凡讓愛留低 喜歡啤酒炸雞 溫馨相伴到底 寧願萬有在家 不遂太過消費 啤酒喜歡茶雞 願享受從平凡到美麗 了解秀意 由性一切 由性一切 雕封箱 請消費 封箱 試著 遊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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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終爸爸媽媽 啊 OK 天龍都已經輸了一次了 繼續說吧 父親和媽媽 父親和媽媽 我真的停了 好難 你不停我也可能不知道 你說了 你停了我就知道 OK 父親和媽媽 父親和媽媽 那時候就說 都是讀高中 讀高中之後 再看看怎樣 因為大學那時候 是不用立刻要去讀的 但誰知道 到了最後 可能讀完高中 那個想法又不一樣了 就真的又會開始 想讀大學 然後再去想 唱歌比賽那些 或者是音樂上的東西 你自己也想完成大學的課程 才整式踏入這一行 高中還是大學 高中先 對 高中先 結束後 然後我真的有回到北京 然後再去做發展的 那北京同時呢 就讀大學 就大學 大學 然後就去了香港 然後就去香港 那次就參加歌唱比賽 電視歌唱比賽 但那時候其實還在管理 那時候還在讀 很多事情 其實同時發生 同時發生 但其實你要去一個 完全不同文化的地方 去發展你自己的音樂 那時候有沒有困難出現過呢 其實那時候就 因為可能 其實我到現在 我都覺得 我習慣能力很強 沒有能夠適應力 適應力 對 去到哪裡 我都很快適應到 那時候北京 那時候可能就是 那時候國語不是那麼好 但是去到那裡 我就很快 那些國語就學得很好了 對 到現在又是 我覺得 原來我去到那裡 我可以很快 就可以學到那裡 本地的那種國語 對 其實當時 你的父親 Walter 今天其實他都在場 當時其實你 兒子一個人 先去北京 真的去發展他的音樂路 其實你有沒有擔心過呢 即是你和媽媽 都有的 不過其實我們 那時候也有陪他去 因為他16歲而已 16歲第一次 因為讀高二 未成年 未成年 讀高二的時候 16歲第一次 去參加全國的總結賽 青年國手總結賽 是 那他就很幸運 得到獎 是 那我們覺得 既然都有一定的成績 他又喜歡 有得他選擇 試一下 但因為他拿了獎 馬上要回去讀書 跟學校請假 請都很短時間 立刻比賽 然後馬上要回去讀書 又要考試 忙就忙點 考試完 然後過了兩年 那邊又要再參加一次比賽 又要去比賽 又要回來讀書 下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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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開始就說 北京那些人說 簽合約 不如在這裡讀書 但我們覺得 因為他是美國大 美國出生 如果你沒有美國的 Diploma 萬一以後你不做這一行 就回到美國 那人家不承認你的 所以 這個是爸爸 又說了一次 OK 這個是你父親 我已經說了不下二十次 這個是父親 我說了一次而已 暫時而已 父親和母親的決定 其實他們的擔憂是有的 但是當時就 雖然忙點 但是你們每一次 天龍那時候都小 每一次都會跟他 回到北京 然後又去美國 有時候他媽媽陪 有時候我陪 因為有時候 北京那邊 因為他比賽拿了獎 又要表演 有時候要過去 我要上班 他媽媽也要上班 美國也有工作 看誰有空 就誰陪他去 有時候 很好 其實很辛苦 那也很累 對 都OK 當開心一下 讓他有表演 有比賽 他自己也喜歡 你看看你的父親 叫得很殘 你怎麼這麼說 現在他可以保持 可以保持 我跟你說 他真的照鏡 我一直 我認識天龍 天龍其實很大一個特點 就是他對他的父親和母親 是非常之好的 亦都很有孝心 Thank you 有時候他出去表演的時候 或者真的去 做一些音樂的活動的時候 我偶爾都會見到 見到他們 對 兩父母一起出現 又會幫一下兒子 媽媽就整理一下衣領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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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哇 又好 他打算避開這個 然後那個又來家 各位聽眾真的介一介 對 介一介 他講了多少次 媽媽就整理衣領 父親就幫他 料理一下音樂上的東西 一家人其實是獨生子 對 一家人其實都很親密 你也是吧 自明 我是沒有的 你沒有什麼 你沒有什麼 我的父親和母親 沒有亂說話 現在 但是我做一些音樂活動的時候 他們兩位就沒有 和我一起做的 你也是獨生子 我也是獨生子 我是有妹妹的 你有妹妹 現在說話真的要報報為應 兩個人好像在針對我 所以我再說一次 你還說 但其實我也想了解一下 Tino 你曾經在內地發展過 現在也是 之前在美國那邊 有讀一些和音樂相關的學科 其實他們的音樂文化有沒有不同呢 始終都是不同 因為如果 你拿香港的流行曲給他們聽 他們就會覺得 跟他們的流行曲不一樣 其實他們想要些什麼 他們都是有分的 始終他們都是有他們的pop music 在那裡 但是他們是 他們現在最主要的market 我是覺得 始終都是以最trendy的 就是upbeat的beat 就是節奏上的東西為主 那些是最 就是他們最煞食一些 多人喜歡 例如Nikki Menage Nikki Menage Nikki Menage Pete Boo 那些節奏感很重 去到Chris Brown 去到舞池跳舞 就最喜歡這種 目前他們的大文化是這樣的 你當時很喜歡的一種音樂文化 即美國的音樂文化 你當時自己喜歡的應該是偏於R&B 或者Hip Hop 你當時去到人生路不熟 可以說去到中國 雖然你是中國人 但是你在美國土生土長 對 將美國的一些音樂文化 帶去中國 或者香港的時候 你覺得自己有沒有難度 做起上來 當然入鄉隨俗 你又要去適應這裏的人 人家都要聽回 起碼都不可以太過 純R&B 或者純Hip Hop 因為始終這裏 不是很接受 雖然香港 是會比內地 接受能力 可能會好些 但是始終 如果太過underground 或者太過Hip Hop 都不會說是太過什麼 所以其實都 開始的時候 都會想看看要有些什麼 什麼想法 可以再融入 可能是在編曲上方面 那些就要去做 明白 也要在不同的方面著手 可以把美國的東西 全部搬過來香港 或者中國 要有些於天龍自己的東西 之餘 又要迎合大眾的口味 真是 很明白 一點都不簡單 謝謝你 我們暫時談到這裏 廣告一會回來 我們繼續談一下 于天龍在外國留學 他們音樂的一些體驗 考研好聲音 等到了 各位聽眾 來到這個蘇馬電台 Me Too 今天我們考研好聲音的嘉賓 是于天龍 和他的父親Walter Hello 廣告之前 私陪我們講到一些 關於天龍的音樂路 由美國去到 回到中國 香港的音樂之路 很精彩 不過我突然間 在廣告時間 我醒醒了 其實明明他那時候 是住在美國的 為什麼要參加了 一個內地的歌唱比賽 然後開始你的音樂路呢 那時候是怎樣 無緣無故會去到那麼遠 那時候其實就是 家人一起 我們看到那個 那個 那個報紙 在美國 對 美國 美國 即是你們都會讀華人報紙 對 華人報紙 對 會 然後我們就看了報紙 然後就說有一個比賽 雖然在內地 就是中央電視台舉辦 但是這個就是 美洲區的一個選拔賽 嘩 其實分很多區 對 選拔賽是去到外國的 即是跳出內地 美洲有一個區 每個區選六個人 美洲有一個區 然後 新西蘭和澳洲有一個區 然後 港澳 澳門和港澳台有一個區 因為他第一次比賽 我還認識你們的同事 家俊和思雨 他們也有參加 他們代表港澳 對 他們都說 哇 你這麼小已經挑戰 我的前輩 我們的前輩 當時你是十六歲 我也是 我們跟你差不多 差不多 但是你挑戰 那時候的前輩 即是說你的對手 是差不多二十多 快三十歲的人 對 歐洲有兩個區 變成全世界一起選完之後 先去北京決賽 北京決賽的時候 他分四輪 第一輪都好像差不多一千人 西靜大概500人 第二輪 然後第二輪又西靜 西靜最後一輪剩下12個 天龍就很幸運 入了12個 因為當時他寫了一個歌 《龍的傳說》 這個好像聽過 講回自己的遭遇 以及是Rapping 還有加一些中國風的歌曲 因為他小時候學中文 他媽媽迫他學中文 是的 原來要逼的 逼他 逼得逼的 但是到了最後 你喜歡聽中文歌 你就不一樣了 他就開始慢慢喜歡 但你現在是懂得聽 懂得聽當然懂得聽 也懂得寫的 懂得聽你說什麼 成節到現在才問 也懂得寫的 懂得寫 當時 如果真的要逼你 去學中文的意思 就是怎樣 因為美國他們沒有中文堂 沒有的 因為學校沒有中文堂 因為如果說回美國 應該是說 不是說百里挑一 一千個裡面 都沒有人懂得看中文 可能會說的 說回幾句 但應該是在美國 大一點小孩 一千個裡面 都沒有一個 即使是華人家庭 都不懂 都不懂 會說 但不懂得看 不懂得寫 那當時你們是怎樣 令到天龍又懂得聽 又懂得寫 又懂得說呢 他媽媽的功勞也很大 即是逼他 逼他 怎樣逼法呢 天龍 即是怎樣說 寫書法 其實是 要的 其實都要練習書法 要寫字 其實那時候是一個 是好像一個按鈕 我那時候是 off mode 即是對中文是甚麼 我十歲之前 我是很少說 基本上是沒甚麼說中文 在家裡是說英文 我自己說英文 我是懂得聽的 即是我懂得聽的 但真的有 是自己開始看 一些電影 一些中文電影 跟著中文歌 跟著你慢慢的 就開始 pong on 即是就是這樣 就會開始 我家裡接受 是的 還有 即是小朋友 小時候學習語言 其實很快而已 是 即是我記得我小時候 即是我們說 我會說那些 湖北話那些 說兩句聽一下 你現在都認識的 我現在都認識的 是嗎 你真是想說 你都粗了幾句 上海話 如果喝水的話 就七十 對 喝水 就是七Kes 哇 都是十 其實我正在說 小朋友 如果小時候 一張八字 你給他學甚麼語言 都很容易 好像天龍小時候 如果想學中文 很容易就上手 不過幸好 那時候有教中文 要不然我們現在沒有 那麼多好聽的中文歌 就是天龍唱不到 現在所以立刻 不如跟我們唱一首 中文歌曲 好不好 天龍帶來的是一首 陳百強挺經典的作品 這首歌就叫做 《等》 我覺得其實 有很多東西都要等 即是等到時機合適 天龍就由美國來到中國香港 等到時機合適 又可以哮演的聲音 認識到我一起 一起唱歌 所以這首陳百強的《等》 有我和于天龍 還有他的父親Water送給大家 稍後回來再跟天龍聊天 歌曲 歌曲 莫得你在选择人 人亦能选择你公平 沿没半点偏心 呼喧 慢慢向着心里心 何必抱怨 曾宁醉心是谁人 志愿吻别心上人 糊涂换来一生雷人 何故 明是痛苦伤心 患含着笑装开心 今宵的你可怜还可吻 目睹他远去 他的脚印 心中永远 糊涂是你的一颗心 他招你将无穷的后悔 这一生 你的心里满哀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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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宵的你可怜还可吻 目睹他远去 他的脚印 心中永远 糊涂是你的一颗心 他招你将无穷的后悔 这一生 你的心里满哀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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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揭鼻 唱完好声音到这个环节 我就最喜欢 原因是因为音乐大揭鼻 这一件事 经常有很爆的东西出现 首先我们继续介绍我们今天的嘉宾 好 这位嘉宾是我的好朋友 于天龙 Sunny Yu 哈啰 各位 以及会带上他的父亲 Walter 大家好 现在有两个字不能说 我们的任务里面 但其实我已经输了 要接受大懲罰 在计算次数 但现在我们玩了 私陪说的大揭鼻游戏 在我手上已经有 笔筒装着很多不同的问题 我先做一个例子 我自己先抽一张 那你就要答内面的问题 至今最懂得 最懂得四味的表演经验 最值得回味的表演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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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表演 SSP 这个除其一 我们还有一次 就是做一个 就是 是搬箱仔 接着我们还要讲台词 还要是Live节目 搬箱仔是什么 你忘记了 你忘记了 说什么 就是 演唱节目 可以不可以讲节目名的 应该是什么香港的 对 什么香港 就是我们要讲一些很感动的东西 是的 还要是Live 是的 你觉得那个表演很深刻 是吗 为什么呢 第一 其实每个人要搞得很紧张 是 因为他说 是Live 小心点 不要说错自己的台词 不要搬错箱子 不要搬错箱子 因为我们要搬的箱子 要砌成一个好像一间屋 一个字 最后是有字 和有一间屋 是的 就是不可以错 是的 但是他不是有预先预演给你试一次的吧 一Live就来真的 是的 就是之前他应该给你试 彩排了很久 彩排了很久 其实应该是没什么的 只不过大家就 小心点 不要啊 哎呀 又这样那样 而且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段东西 要背出来 对不对 就是 那段东西其实是 都很快很简单 很快很简单 我现在我还记得 你还记得 不是吧 我已经一早抛了路后 我不知为什么 那一句还记得 那一句还记得 你记不记得现在说不说 记得 是不是说啊 说啊说啊 粤剧大家 唐迪生 全世作品多达 四八四十六部 我上网查唐迪生 是不是真的有这个 就是那次我们做节目 就是要讲这些东西 这个表演挺有趣的 是的 OK 我最回味 和天龙 我们一起在电视台上 做表演的时候 唱得最多的一首歌 就是万里祥 成名不倒 不倒 是的 千里和我 大概就是这样 是的 这个是我的一个 其实这首歌 是不是常常重复的 不是那时候是台歌 我们还要拍完MV 拍完MV 一直不停地 是的 电视台又 然后我们自己上班的时候 现在也在 你知道吗 其实现在也在 我们的歌唱比赛 我知道 OK 算了 有一句 有一句 再做一些新的东西 是的 好 大概的玩法就是这样 好 到我了 你自己抽一条问题 好 你看不看得清楚 因为他们手写的 最奇怪的观众反应 要求 嗯 有没有一些最奇怪的观众的反应 反应 或者一些特别的要求 要求 就是可能是观众 或者是人 要求你 要求我 嗯 脆腹 脆腹 那些呢 那些呢 那我们健康节目 就是观众 反应有一次 我记得在内地做show 他说要我 就是一个女性 女性 女士 还是女仔 女仔 女仔 他就有看过 就是我的节目 之前做过的那些东西 他就看得很开心 所以说 可不可以要求 我拖着他的手 唱这首歌 哇 那也可以的吗 在台上 在台上 但这个不是一个 是一个live的节目 是录制的 都不是录制的 都不是录制的 只不过是一个表演 就是一个演出 演出 但很尴尬 尴尬 尴尬呢 那我 如果你认识我 认识我 我也是一个很nice 其实没什么所谓 最主要是因为那时候 抬着他 这样要求 你要一个女仔 如果我拒绝他 你说多伤心 也是的 他这一生都会 很不开心 不如令到他开心 就喊喊喊喊 喊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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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喊 如果他拒绝他 你又要拒绝他 又要顾他感受 可能看他 你当时是否唱情歌 是否唱情歌 是唱情歌 如果给我 章错就错 就直接对着他唱 就当是节目效果 原来一直都没有变 都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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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 nice 不 这些没办法 一定要顶硬上 真相 观众真的这样要求 nice 如果拒绝别人也没那么好 对 没那么好 但男生就比较弹性 如果反过来 如果女生的我就觉得 男生的你真的不要这样要求 说你性骚扰 对 其实我很紧张 如果你上台 对 你要拖着他 你不知道你在唱歌 你在焦点 你不知道他会做些什么 对 他突然间可能是狼抱你 对 有没有事过 曾经有这些情况出现 也是那一句 芝培刚才你也说得对 因为我们男艺术师 反而好些 他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你也预认了他可能会有 突然间 可能你唱了一下他会抱 我说刚才那个时刻 其实他也有 不过他也是很礼貌地上台 上台一刻 你觉得他很喜欢你 对 就是支持者 对 对 子明也知道 也可接受 也可接受 挺好的 尤其是 有时候去到某些场合 或者某些表演 那些观众会比较热情 对 如果当时没有保安 或者保安又来不及的话 他可能会冲上来抱抱你 不过你要安全一点 而且握住你的手 又不肯放 你最稳定的是 他应该不可以偷问你 因为太高 是 这个很幸運 但也会狼抱 对 或者 红抱 或者如果在台上和台下 有些人真的会握住你的手 不放 是 即是握得很紧 不是 差点要扯上去 是 其实最重要的是 自己小心一点 是 会的 有时突然有些人会很大力 是的 你不知道的 那些力度 不知如果突然大的佬 扯了你下去 是 所以要小心一点 安全至上 但是当然 很多支持者的要求 女艾人不见 不见 就真的麻烦一点 不建议 真的不建议 还有看看有没有保安人员 即是在街上绑住 才好做 他当然有 接下来我们帮Uncle 抽一张 是的 会不会突然突然抽到 初戀 初戀 外戀 很刺激 觉得自己的什么部分 最吸引 这个真的 真的这样写的 不关我事 觉得自己的什么部分 最吸引 我想两方面 首先你先说外观 外观 你觉得 即是他在说全身 先说外观 你可以说内裁 每个部分吸引人 你最多 你喜欢哪个部分 你说什么 譬如Auntie今天不在 你觉得你什么部分 是吸引到Auntie的 我记得 天龙可能都不知道 我记得人家说 你找Water 远远看到鼻子就可以了 即是怎么样 那两个鼻子真的挺像 他比较突出 但是你也不算大 如果对面起大哥 我没有说过大 我没有说过大 他自己说的 Water自己说的 容易记得的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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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鼻子比较突出 对 鼻头有肉 什么都没看到 才看到鼻子 很厉害 即是鼻子 他觉得最吸引 如果说内涵 你觉得自己最吸引人 是什么地方 怎会自己这样 不如你说 也会的 好像有点自戀 你觉得 你觉得 如果说了 好像有点自戀狂 不如Sunny 你作为你父亲的儿子 我不知道这个 我不知道这个 是要怎么说的 但是 我爸爸是一个 比较少说话 是内念 行动 是会证明给你看的 对 就是 就是 小说话多做事 这些叫实干 实干型 实干型 还有 妈妈喜欢她 最主要是因为这一点 就是她会用行动 去证明一些东西 不用再说 女生是很喜欢 是真的吗 真的做事 指名 指名也是这样 我这些厚花花的 厚花花再加上实干 那就行 是的 即是 口里面又甜 那就更加好 这个就是最吸引的地方 你不要再赞自己 不如 父亲 Walter 你也说一下 即是你觉得你自己的儿子 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吗 你又想多我 你想多我 我喝水 我觉得这个问题 应该被你抽 应该被我抽 对 你才应该说你自己的最好 好 那我再抽一张 还是我们时间应该差不多了 你觉得自己最吸引人 先去广告 不如你觉得自己最吸引人 是什么 觉得… 廣告回来再说 好 去广告 稍后再和Sunny 和她的父亲聊聊天 OK 校园老声音呢 今天的嘉宾天龙 和她的父亲Walter Hello 原来你的父亲 非常之玩得 即是伯父 是的 带了给我们很多的欢乐 我问他问题 他还反问我 是 觉得自己最吸引的地方 好玩 那我也略略回答一下 最吸引的地方就是 略略就是有太多 我想 可能是 我的样子其实偏肥 也不是 也不算 即是可爱型那种 你居然是可爱型 有没有人说 你自己在柯震东 也有 有少少 有少少 我知道 眼睛那些 什么林庚申 也像 林庚申 也像 中… 还有一个中… 我忘记了 中震涛 不是 中震涛 中震涛 这几个人和我都很像 你英俊的中震涛 多谢你 多谢你 这边说这边散 不如抽一条 接着我们讲一下 今天的中震涛 这条就是 先看看 哪个的 座右铭 或者对你印象最深的说话 即是你觉得你人生里面的一句 座右铭 不如问Sunny 我啊 我答吗 你今天的主角 座右铭就是… 你经常你的座右铭 是 常常放在心中你做人的宗旨 永不放弃 努力向前 会不会很行 不过我真的 真的 就是 自己写在 就算我自己 以前有个blog 我也是写在这个 永不放弃 永远 什么 老… 什么 永不放弃 跟着呢 你想打字的时候 跟你说话 永不放弃 努力向前 努力向前 我差点打字 不要 朋友 很想打字 打字 打不到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阻止别人打字 好像阻止别人 好像阻止别人 玩吃 好了 那我们真是进入中医环节 好 好 大夫 我的肚子有点不舒服 我的肚子很痛 我的声 我的声 有点心 作为一个音乐人来说 其实经常很难避免的 捱耕耕耕耕耕 真的 有时候我们做一些音乐 无论是后製 或者制作的时候 真是最容易 就是你会 废寝忘餐 做开不想停 你也试过 也会 但是我又想问一下 志明你会不会 你会不会平时都捱东西 小小 有时候 你呢 你会不会呢 都会的 有时候又未必真的做东西去捱 有时候就觉得 晚上一会比较静 有时候可能看 会舒服点 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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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实不单止音乐的人 很多思培 或者普通我们的听众 很多人就算没什么事 玩玩手机 都会玩到 晚上一、两点、两、三点 是 甚至我听过 有些创作人 他跟我说 晚上很静 只有一个创作的好时机 灵感是会那时候来 所以我把整个习惯 就是在晚上凌晨 才做事 但其實合合中醫就告訴你 音樂人這種東西真的很傷 傷是傷什麼呢 我們經常都說夜睡 傷肝 為什麼傷肝呢 其實傷肝膽 因為中醫裡面 肝膽的巡行時段 就是在夜晚的10點 去到 9點到11點 還有11點到1點 9點到1點這段時間 如果這個中數 你不是在休息的時候 就會最容易傷肝 但很難的 9點中要睡 9點中要睡 你未必要9點的 可能10點鐘 10點多 睡就最好 還有冬天 四季其實時間都不同 如果現在我們還算是冬天 冬天來講 就以早午晚起 早點睡 遲點起 早其實應該早到10點多 90點 然後晚上 之後起床 就應該去到太陽出來 才起床就最好 但現在這個人很難 其實很難 但如果你說真的傷肝膽 有什麼症狀呢 我講一講 看看天龍和Walter 你的父親 看看有沒有這些症狀 好 傷肝膽 通常有人會說 有肝火 因為肝火 你會覺得眼睛會呈呈痛 或者比較乾 這個有沒有大家 我眼睛就不痛 不然可能都會想睡 有時候眼睛會紅 我爸爸的眼睛會紅 有些紅絲 應該乾火也是幾成 因為我差不多10晚 有9晚都四五點才睡 乾膽火性的人 除了眼睛乾 眼睫睫痛 還可以口苦 口乾乾的 還有整個人 你會覺得 削片上面的部分 由胸口以上 會比較熱一點 說話聲粗氣大 偏向熱性一點 肝火很重 即是脾氣差一點 會不會這個意思 看看個人的性格 通常聲線上面 會比較聲粗一點 那又有影響了 如果你真的唱歌 或者玩音樂 唱歌 而且最重要 你會影響 你的眼睫 口乾的時候 其實都已經很影響唱歌 所以作為音樂人 他的睡覺很重要 第一 這是中醫的看法 另外 我知道 朱天龍終於打到黑色了 有時躺了很久 我知道 其實天龍很喜歡吃東西 尤其是在 可能美國文化 是否 我很喜歡吃東西 為甚麼 你自己也不知道 你自己也不知道嗎 是嗎 那是 每個人都喜歡吃東西 每個人都喜歡吃東西 還有我覺得美國文化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是想說 很喜歡吃 美國食物 美國食物 對 譬如美國 他們很喜歡吃 比較重口味的東西 薯條 或者他們很喜歡吃甜的東西 其實美國人 那些 冬甩 那些蛋糕 甜到不能再甜 真的 對 很棒的 所以這方面的東西 我想我們今天時間差一點 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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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會怎樣 待會回來再講多一點 講多一點 好 這個時候不如聽一聽 來自天龍的一首原創歌曲 從此以後 我的專頭新聞回來再跟大家聊一聊 每一天 偷看你臉 偷看你臉 同一個地點 重複的出現在我面前 喜歡你 如何靠近 花兒送給你 是否能拉近我們距離 甜蜜力量是一件鍾情 是愛的奇蹟 甜甜的你是你的笑容 我一件清晰 鼓起勇氣對你說我愛你 配合著最美的天氣 大聲告訴你 我不能沒有你 從此以後天天有你在旁 從此以後讓我找到方向 天如蜜的美麗 就像紅紅太陽 從此以後 從此以後一切變得美好 愛盡量自由 你變得重要 點點滴滴愛的事 從此以後 從此以後 在哪裏 每一天都看迷恋 同一个地点 重复的出现在我面前 喜欢你如何靠近 花儿送给你是否能拉近我们距离 甜蜜力量是一件钟情是爱的奇迹 甜甜的你是你的笑容我一见清醒 鼓起勇气对你说我爱你 配合着最美的天气 大声告诉你 我不能没有你 从此以后天天有你在旁 从此以后让我找到方向 天如米的美丽就像红红太阳 从此以后一切变得美好 爱尽量自由你变得重要 点点滴滴爱的事 从这里开始 从此以后天天有你在旁 从此以后让我找到方向 天如米的美丽就像红红太阳 从此以后一切变得美好 爱尽量自由你变得重要 点点滴滴爱的事 从此以后一切变得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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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說了 新一年新開始 我受不了 直播室裏面有四個人 三個在經過今天的任務之後 暫時都要接受懲罰 我們看能否令到天龍的父親 都接受懲罰 好嗎 好 那你要跟他多說些話 Water 其實你是天龍的誰 老爸 都說了 老爸不算 一定要是 跟跟跟跟跟 真是嗎 真是嗎 不要緊 剛才在廣告 聽完自己的重溫 可以飛一飛嗎 聽重溫就知道 我們今天請上來的是天龍 和他的父親 馬兩父子 剛才說到 剛才說到中醫的環節 太高興了 還沒說完 你說天龍很喜歡吃甜食 其實呢 我也很喜歡 他不知道你吃什麼 我正在說美國 美國 美國 美國的食品 甜食文化很重要 還有你們笑這麼久 還有現在香港 很多女生都很喜歡吃甜食 我喜歡 尤其是唱歌的人 其實甜食最容易惹淡 為什麼呢 因為中醫來說 肥膩的東西 肥則生內熱 吃肥膩的東西 最容易生內熱 令到你熱氣 另外就是 甘則令中滿 中醫裡面 甜不叫甜 它叫甘味 甘 甘的甘味 甘就會令到你中滿 令到氣停了在 經常都會胃脹 所以很多人吃重口味的東西 或者甜的 很膩的東西 最容易令到自己 覺得肚子胃很軟 其實積了的是什麼 就是氣 氣停了之後 最容易就醉了一些濕 中醫經常說人家濕 延伸得那麼遠 濕如果醉得多的時候 又會變成痰 然後就生病了 雖然痰是有分有型 中醫裡面有分有型的痰 和無型的痰 但如果說有型的痰 就是平時咳出來的痰 那些是有型還是沒有型 那些是有型 有個形體 你咳出來的 那些就是有型 會影響唱歌 所以真的要少吃甜食 唱一唱一下突然起痰也挺麻煩的 有沒有試過 也有的 突然在喉嚨 怎麼辦 放在這裡 離開一支咪 都會的 離開一支咪 小聲一點 讓觀眾聽不到 你有沒有什麼方法 你說 起痰 即是你突然間有時候 你有沒有試過唱唱一下 你突然間是唱到那個位置 你突然間有痰 都會的 升上來 那那個是你很難避 那個音可能差一點 可能沒辦法 沒辦法的 那些有試過訪問一下 有人想打痴嗎 有 有 每天都有的 很正常 很正常 天龍就大家知道 是很正常 很正常 有些真的不能避免 是 所以就盡量 是不是要小吃甜食 小吃甜食 還有如果真的想 沒有那麼多痰 那些 要避免一些 真的容易 聚氣 聚的食物 例如如果生果 今天只說一下生果 香蕉 香蕉小食 香蕉小食 香蕉 因為香蕉比較滯氣 令到氣會停下來 這個要小吃一點 好 今天喜歡的事先說到這裡 好 我已經過了 OK 再上明天聽下一集 好 下次再吃 新一年 1月2日 新的氣象 請來天龍和他的父親 跟我們聊了很久 兩位都很好笑又很好玩 很歡樂 今天去到時間 我想還有半個小時左右 不夠半個小時 其實很想知道 由天龍他的父親 你眼中看天龍是怎樣看的 即是你們今天兩父子上來 我們校園很開心 其實一直以來 我想你很少 因為他的父親 是比較內斂少少的人 你都說他是實幹型 實幹 OK 平時應該很少 會跟他心情這樣對話 今天可以有個機會 其實由Walter 你的眼中看天龍 你覺得你的兒子 有什麼想跟他說 或者是 你覺得他是一個怎樣的人 他都說了 要永不放棄 永不放棄 你一路見證著他的成長 是吧 你有沒有什麼想跟他說 即是今後的路上 努力向前 努力向前 又說回你的座右 其實他也說得對 其實真的要不要放棄 因為做這一行 其實放棄 這行即是說音樂 對 音樂這一個行 即是音樂 不放棄 你才會有新的靈感心的東西出來 如果你放棄了 你真的不想寫 沒有靈感 所以 進了這一行 現在不能再去做醫 現在 即是進了一行 就不會這麼提及 專心 因為始終自己喜歡的東西 好像現在 一些年輕人 如果既然選了自己喜歡做的東西 就是努力去做 就是這個意思 他專注 一定要做好 如果不是就不要做 對 那麼多年輕人都聽到 真的選了的話 真的自己有喜歡的話 對 那就不要放棄了 真的繼續努力 所以永不放棄 努力向前 對 是不是好行 就真的不是好行 又不是 老生常長大 歷久常生 其實我也想問問 天同 你自己 未來新一年 會不會有什麼目標 其實都很想做 新的一年 希望自己 在音樂的路上 可以有更多的 不同的創作 一些風格 可以出來給大家聽 真的可能是 我覺得 因為 之前 在現在 之前的2015年 那時候 我可能是比較迎合 一些 可能是香港 比較流行 對 比較流行的一些歌 到現在 其實在2016年 我想 可以有一些 自己 真的有一些 自己的風格 的一些歌曲 可以給大家聽到 還有 也都在 現在 因為我也有 在拍 拍的 叫做 在內地拍電影 那些 多方面的發展 是的 多方面 希望 也都在那裡 吸取多些經驗 再多些機會 去做多些不同的事 給大家看 對 其實聽上去 都很忙 有沒有 打算怎樣 去分配時間 因為 其實 現在幾方面 都是你自己喜歡的 對嗎 這幾方面 都是我自己喜歡的 如果說到 最喜歡的 我最想focus 要去做好的 其實始終都是音樂 是的 但是 現在 在接下來 這個新的一年 希望可以 有多些 不同的 作品 給大家聽 即是 可能 或者不要說到 只是給我自己 是 就算可能去到 就算阿子明 可能有一天 你準備要去 出歌 去做什麼 出歌 都可以找一下我 可能去寫一首歌 這樣 都可以 一定 都可以 因為始終你也是 可能會有很多 作曲的人 對吧 這樣 但如果大家 一起合作 當然是最好 當然開心 大家有朋友 是 現在馬上寬一首 好 寬一首 帶來這首 為你鍾情 張國榮哥哥的一首 很經典的歌曲 我們現場帶給大家 稍後回來 最後一節 真的 再跟天龍聊聊天 請你珍藏這份情 從未對人 經受悲悲悲 從未對人 一生守恥 一生守恥 進途心聲 望你應成 給我證明 此際心愿 此際心愿 有功名 然後對人 公開心情 用雅金指望 做情 對我講一聲 終於肯接受 以後同用我的聲 對我講一聲 I do I do 願意一世 讓我高興 為你鍾情 傾我知性 請你珍藏 這份情 然後百年 鍾你一生 用那真心似愛來 造晴 Zither Harp 对我刚一声终于肯接受 以后同容我的声 对我刚一声I do I do 愿意一世让我高气 为你钟情 倾我知识 请你珍藏 这份情 然后百年 终你一生 用那真心似爱来造成 先陪志明等着你 还有等着我们的于天龙 Hello 和他的父亲Walter 欢迎你 欢迎 终于来到最后一节 时间过得很快 和天龙和叔叔 一起聊天的时间 真的很开心 我们今集有个任务 不可以讲两个 和父亲有关的名词 这两个名词 我现在都不能讲 但我已经输了 天龙又讲了一次 连师培都中了招 都是一次 我们现在就差 Uncle没讲过 好厉害 平时是不是 自己本身就是父亲 他又讲父亲 是不可以讲那两个词 你很害怕 但我们就已经输了 我也想知道 其实父亲的父亲 本身都是玩音乐的 终于 对 Walter 你的 是天龙他的爷爷 是不是都是玩音乐的 不是 不是 就是由你开始 由你开始 那时候为什么会 突然间会想玩音乐 我们其实是 都是基言巧合 玩开音乐就玩了 那时候是怎么跟你父亲 就是说玩音乐 因为如果再早一个年代的时候 玩音乐好像 没有那么普遍的时候 对 没有那么容易 那你怎么跟你父亲说 因为呢 其实我爷爷 就在他很小的时候 就已经不在这里了 所以就 他变成了 他是很自己去 自由发展 对 去订定自己的东西 OK 那么我爹地都是 OK 你又说了一次 对 其实我就是想你父亲 再令到我说 或者令到你父亲说 很乱 他反正 他只是在音乐学院毕业 所以就令到你也是读音乐 也不是的 也不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其实可能是 自己都喜欢 我们一直都说的 有点影响的 好像他那时候说 他在美国那时候组织 band 我小时候跟着他 自然接触的都是音乐 你到了你开始慢慢大 可能你自己就会 不知不觉地喜欢 但其实我觉得很好 而且很幸福的 因为家人都是同行 变成了你可能 很多问题 或者一些经历 或者一些难关 不知道怎么处理的时候 你跟他说 他会明白 有没有试过 都会去讨论一下 讨论一下 分享一下 因为始终 因为 我不知道 子明和我都可以说是在演艺圈里面 始终 但是我爹地 爹地就 又一次 天龙又一次 两次了 已经很多次了 照说吧 他就 父亲大人 还有我妈妈 他始终都不是在演艺圈里面 所以有时候 有很多事情都会 但是 会跟他谈索一下 都会明白 很多事情 都会明白 有些意见 始终都是长辈 始终有些意见 会可以接纳到 其实我也想问一下 刚才说 丙不放弃 要坚持下去 有没有真的中间 有发生一些事情 令你有一刻 觉得 真的很想 放弃 或者不如放弃 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有的 有的 因为有一段时间 可能是离开了 电视 电视 那里有一段时间 我是没有太多事情做 那时候是会 很不知道怎么样 很迷失 很迷失 而且又会很 开始就 可能又经常都用 麻醉自己 总之就是 会令自己很好 都会的 那怎么有一刻 是走出来 就自己要去 自己知道原来 是要主动一点 所有东西要去主动 因为当你去到最 不要等机会 去到你没得再去的时候 你就会自己找机会 所以就自己去找各方面的机会 或者可以主动找蔡子明 对 主动去做 真的有用的 无论是朋友 家人 都身体健康 包括你们 谢谢 还有就是希望大家都 事事顺利 所有东西都很 顺顺利利 明白 这句是你代理的父亲 一起说的 对啊 我和思培都在这里祝鱼天龙 希望你在新一年 你的音乐路上 顺顺利利 而且各方面的发展 也都是越来越多的机会 遇到越来不同的机遇 大家这么说 大家这么说 今天多谢两位上来 思培 多谢各位 思培 你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刚才你不是说了吗 祝福一下我们听众 祝福大家 每天都有把好的声音 每天都唱多一点 果然 真的是校园 校园好声音 再次在这里祝各位听众 新年快乐 最后送上一首 于天龙的原创歌曲 爱不是不爱 爱不是 你自己说一次 送上我自己原创歌曲 爱不是不爱的理由 爱不是不爱的理由 Happy New Year 新年快乐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如果我有多么孤单 回忆让我无路可退 却为你漫长到无限 跑也跑不出 那么多有你的画面 如果说很狠心 就能剪开那片街 我也只愿和你待在黑暗里面 到底应该怎么面对 那些没有你的绚烂 你我之间 不只是谁爱谁那么的简单 爱不是不爱的理由 你却为爱放了手 心为我破碎 想要怎么承受 谁都不要以爱的名义 分开彼此天长和地久 我害怕 我不想一个相左 一个相右 就算是要把持量的出天地的宽 也无法折两出 我有多么孤单 回忆让我无路可退 却为你漫长到无限 跑也跑不出 那么多有你的画面 如果说很狠心 就能剪开那片街 我也只愿和你待在黑暗里面 到底应该怎么面对 那些没有你的绚烂 你我之间 不只是谁爱谁那么的简单 爱不是不爱的理由 你却为爱放了手 心为我破碎 想要怎么承受 谁都不要以爱的名义 分开彼此天长和地久 我害怕 我不想一个相左 一个相右 他给你信任 我 你 你要